发现人越长大,就越不容易快乐,为什么呢? 因为人长大了,成熟了,相对于童年的时候的不知愁滋味, 懂得了更多东西,理解了更多情感,体验了更多的身边人的感受。 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小时候的没心没肺, 因为岁月赋予我们的经历和体验都深刻在我们的脑子里, 童年的纯真也只能在回忆里寻找了, 人生到了一定阶段,就开始对很多事情感同身受了, 会突然特别理解和体谅父母的远苦运行, 会感恩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, 同时又恨自己没有早一点理解他们。 这些年,那些心酸或感动的经历让你忍不住想哭, 网友们的评论真是字字扎心,忍不住泪目,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, 无论是伴侣对自己毫无保留的爱, 还是长辈对自己的无信牵挂, 都让我们感到感动和心疼, 特别是亲人去世后, 自己却忽然发现, 爱在世时, 自己不懂他的心思, 或者没有好好地照顾过他, 这种悔恨真的是追星之童, 小时候父母长辈把我们养大, 长大后, 我们要孝敬长辈, 感恩他们的养育, 其实很多时候, 我们以为孝敬长辈, 只要好好工作, 每个月打钱, 或者买东西给他们借回去就好了, 但是我们就忘了他们老了, 最需要的不是我们每个月打回去的一点钱, 也不是一大堆的营养品, 他们最需要的, 还是我们时不时给他们打的电话, 是有事没事就回家看看他们的儿子或女儿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